為什麼你最近少了找我? 是不是訊息太多,找不到我? 那不如,在節目之前先將月之一二置頂吧! 又到周末了! 各位朋友,你們今天是不是都過得很頹廢、很墮落、很無聊 雖然覺得很爽,但是同時內心也充滿失落感和內疚感 唉,為什麼這個周末好像什麼都沒有做到? 我相信有不少朋友,由星期一開始就已經各種期待周末 啊,很想快點放假 哇,這部電影我很想看啊 哇,這間店很想吃啊 今個周末,一定要去健身房 今個周末,不如出來聚一下吧 有時候,我們的計劃不僅包括吃、學、玩、樂 還包括了很多人生大事 為什麼今晚在心裡那麼痛? 再久會不會撤死? 不如周末去看檢查吧 不是啊,趁周末有空,先去補牙吧 不然到時候又痛 唉,多久沒有搞我衛生 今個周末搞一搞它吧 最近晚晚都熬夜,周末早點睡,將生物鐘調回來 不如今個周末自己煮飯吃吧 自己煮,又便宜又健康 然後到了星期六,我們一睜大眼 下午三點 首先,我們會睡在床上,思想鬥爭一下 究竟還要不要去看檢查 現在已經三點了 醫院五點都差不多下班了 現在去的話,都勉強來得及 不過很趕啊 那一來不及便白去? 唉,算了,下星期再去? 唉,我多睡一會休息一會沒事的了 哪有這麼熱死的 那既然已經決定了不去看檢查 那補牙就理所當然不去的了 其實這隻牙最近也沒有那麼痛 應該是牙是太多東西,所以熱氣而已 不要吃熱氣就行了 然後,本來打算多睡一會 但因為實在太餓了,所以先決定吃點東西 當然,我們還依稀記得 我們之前是決定自己煮食的 唉,不行,太餓了 我到沒力煮,還是叫外賣 看看有什麼好吃 突然很想吃蜜X爐 現在差不多不要緊的,是不是? 不放假嗎? 平時不吃就行了 我發生,除了周末之外 我一定不吃蜜X爐 然後,我們就一直躺在床上 等外賣 等外賣到了,我們吃完 我們就會發覺 咦,好像差不多要出門了 因為之前和朋友約好一起吃飯看電影 但是... 但是... 但是床實在太舒服了 我們很想起床,不過起不到 所以,我們會打電話給我們的朋友 喂,阿龍,睡醒了嗎? 醒了啦 睡得舒不舒服? 舒服啊 我也睡得很舒服啊 不如... 好啊 好啊,那我們下次再約吧 拜拜 拜拜 然後,我們就可以好愉快地 熟劇、打機、再叫外賣 吃完外賣之後,繼續熟劇打機 然後,到了晚上12點 按道理來說,是應該睡覺的了 但問題是... 我今天下午3點才醒 那我只是醒了9個小時而已 那我不是做少很多事嗎? 那我今天不就覺得很不充實嗎? 好,我決定了,多玩幾個小時就睡了 咦,好像忘了做衛生 算了,明天再搞 看完節目啦,讓我檢查一下你有沒有將月之12置頂 咦,為什麼你還沒將月之12置頂? 你是不是不懂置頂啊? 不如我來教你啊 IOS用戶點擊月之12公眾號主頁右上角 選擇切維聲標就OK啦 以後想看節目的時候,進入訂閱號消息 點擊右上角,就可以見到月之12排在第一位的啦 以後記得每晚6點,準時收看月之12喔!